其實就是幾個要鍵就完成 所以根據題目要軟 反正我們就照這個題目 但他其實也沒有解釋很清楚 但我們應該知道 他認為說那個數學題我們應該知道 所以會有幾個地方 可能要注意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我要輸出什麼 輸出幾個值 OK 那當然 他這邊有一個比較特殊 就input 他會把兩個放一起 我們先不要 我們先按照之前xy好了 如果說我今天 要能夠讓他自己去產生一個數字 那從哪個數字開始呢 當然我們從i i等於1開始 然後做什麼 去讓他跑回圈 但是我們基本上for回圈其實也可以 只是說可能會有個問題 說到底我應該到哪邊停下來 所以這邊的話 我大概用壞我回圈 可能會稍微恰當一點點 那我們應該怎麼 當i這個值 為小於等於x 而且and有沒有 而且他也什麼 小於等於y的時候 他才進到回圈做什麼 去做那個找 那個最大公因數的那個步驟 一定要是小於等於他 小於等於他才可以 才會進到回圈 所以從1開始 然後到2到3到4 如果到跟x 比如說其中一個8 到8了他就跳1了 因為其中一個條件 你不可以再往前 因為這樣就不叫最大 if什麼呢 if 我要找最大公因數 如果呢 那個什麼呢 x他這個值能夠 他除以什麼 除以i 能夠整除 能夠整除的話 整除應該等於 等於 0 而且 and 也能夠被y 能夠整除 所以其實 應該一樣嘛 所以把這個改一下 變數改成y 應該看懂了 其實還滿直覺的 然後就把什麼 把那個 這個i的值 放到這個 這個我們最大公因數這個變數 我要叫GCD GCD 然後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i的值 那記得這個地方的話 他自動 那記得 在File的下一層回圈 記得要怎麼 i 怎麼樣 加等於1 要把它 其實i等於i加1 就是讓他怎麼 再增加一號 增加下一個 如果你沒有做這個 他一直都是1 一直都是1 就無窮回圈了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要粗死值 這個地方要不進值 然後中間這個地方 就是他的 那個所謂的條件 OK 然後最後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 GCD 把它什麼 print出來 print這個 GCD OK 那這樣的話 基本上 程式就寫完了 這也不難 OK e跟y回圈 判斷是不是小於 等於 s and 而且y 就是不能大於其中一個就對了 可以等於 但是不能大於 再來的話 如果他能夠被兩個整除 就幫我把那個值放進來 最後放進來一定是最大 所以剛好是最大功能數 反正他先放2 8跟12 2可以整除 那3不行 4的話可以 有沒有 那就把4蓋過去 本來放2的 現在變放4 那最後print的話就是4 所以我們把這個輸入 那你會發現輸入12 輸入8 應該得到4 不過請各位看一下 這邊輸入有個特殊的地方 它輸入的話 它輸入兩個 有沒有 它不是像我們之前 這一題比較特殊 它是12.8 欸 12.8 一次要輸兩個 變成你要接兩個 所以這裡有個特殊點 記得這邊的話 你就把x y什麼 放在這邊 這邊加一個豆點就可以了 這樣子的話呢 你就將來 這底下這個就不要了 也就是說x豆點y 你輸入的話 一定要是x豆點y 就可以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這個改一下 這邊比較特殊 跟之前不太一樣 外面一定要用那個evo 你不能用int 因為int只能轉一個 evo可以轉兩個以上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個不一樣的點 那執行一下 我們輸入12 豆點 豆點8 Enter一下 答案應該也是4 這樣就ok了 好 那個看懂吧 那最後的話 還要做一件事 什麼呢 再把它改成這個什麼 制定函數 欸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之前講過 制定函數有回傳值 return 其實就是跟那個VBA裡面 那個function是一樣的東西 ok 就是function 所以應該怎麼做呢 一樣就是把 其實就是把中間這一塊 搬到上面去 取一個名稱就可以 所以這邊的話DF 然後呢我們 是不是也是compute 然後括弧 裡面的話就是傳兩個東西過來 所以傳兩個東西過來的話 一樣是那個什麼 X跟Y 題目不知道有沒有 X跟Y 這兩個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把中間這一段怎麼樣 移到這裡面來 其實跟剛剛還蠻像的啦 ok然後按個TAB鍵 接下來的話要return嘛 所以最後的話呢就把return 這邊return return什麼呢 return這個GCD 這個東西 然後這邊的話呢就呼叫他 所以這個 欸剛剛動作有點像 所以這邊的話呢compute 也一樣用XY好了 拖攬一下 OK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其實你們看到 當然如果你 比較厲害的同學 程度好一點 你就是一次做到位 不過我是建議啦 你即便程式好 你還是慢慢來好了 等到你真的熟悉 你再跳好了 不然的話我怕說你們這一次做 發現如果有問題 你也不知道直接就跳 因為中間如果有一些地方沒有注意到 最後的話執行一下 看一下如果12.8 傳過去嘛 然後他也接到了 然後放心來跑 return他這個最大字 到這邊 那應該就4 Enter 沒問題 ok所以這樣的話就得分了 還有什麼呢 還要注意一下 看那個空白的部分 因為有時候他問題就是在 這邊有沒有空白 沒有 ok沒有空白 沒有空白 好這樣的話應該就完成 最大公因數的那個做法 再來的話就是費斯數列 什麼叫費斯數列 請你Google一下 因為很多人光看到費斯 頭暈暈的 這什麼東西 對 其實就是一個 這個義大利的一個 13世紀的一個數學家 然後 天才 他其實就寫了一本 那個有關算數的書 其實裡面有個理論 後來我們就要費斯數列 他的概念就是 其實就是有點像什麼 如果我 他有個例子很棒 就是說如果我今天養兔子 我在現在一個月之後我養 一個月之後他還是養 然後呢養的話你養一對 可是他要長到應該是 第二個月之後 他才能夠再產生他的 baby ok 所以呢變成說之後呢他才可以 等於是跨了一個月 兩個月之後才可以再產生第二隻 ok 然後呢 一樣如果兩隻又要再跨下一個月 才又可以再產生 再次生另外一對出來 所以變成說他也有一個關鍵的地方 我這邊忘了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也就是說如果我今天喔 寫完之後 我 不過這也有點複雜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你如果把那個兔子的例子來看 如果我今天希望算出就是 如果我今天養兔子 他養到幾個月之後 我可以超過300隻 你看300對 這個時候的話你就可以利用費斯數列 費斯… 不用我輸了 我不確定 我說12個月好 一年之後 Enter之後的話 你會看到 他就是 這個時候我還沒養 算是從現在開始 我一個月之後呢 我養了一對 等到我在 因為他要能夠產生下一對的話 必須要兩個月之後 有沒有 所以他兩個月之後呢 他可以生北魚又生一對了 ok 假設啦 前提是他不能死掉的狀態 ok 那我們這個都 然後呢 然後呢 再跨過什麼呢 這兩對 那個 這個什麼 他要這兩個月 所以這一隻 這一對的話呢 他又可以在 兩個月之後呢 又可以再產生一對 所以兩個月之後又產生一對 所以基本上 他有點有規則性的 他實際上就是 他的後面值 等於他前兩個數字的加種 有沒有 他有個規則性 那也就是說呢 如果我要算 我應該養多久才有300隻 其實看起來應該要15個月吧 我看一下 Enter 對 我要15個月之後 我的那個兔子圓裡面 就有300對以上的兔子 ok 不過前提是怎麼樣 前提是 你不要去管那個 他到底有沒有死掉的狀態 反正假設我們有點像工廠生產兔子一樣 不過當然這個是一個假設 這個其實可以用在很多推理上面 比如說你這個東西 多久之後可能會賣完 或者多久之後可能 我們東西會有多少的量出來 如果是這種趨勢是對的 一樣的話 那可以用這種廢勢數列 幫我們把圖給畫出來 把它計算出來 把圖畫出來 ok 只是說廢勢數列到底是什麼 要怎麼用在我們這一題裡面 可能就請各位稍微看一下 也不用太把焦點放在那個數學上面 因為我們主要是要得到那個公式 那個公式就是 前面的兩個數字 就是他的第三個數字的加總 就是加總就對了 前面兩個 前面兩個的加總等於是後面的總和 ok 那我們要得到某一個值的話 該怎麼做 畫面先還給各位 請各位先把508 那個最大公因數部分先完成 然後記得就是說 可能這一題我覺得比較重要就是說 你先做的時候可以先不要管制定函數 等到做完之後再把它轉成制定函數 把它慢慢熟悉 所以這個第五類 比較麻煩的地方 其實就是把它變成制定函數的這個過程 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就是12豆.8 那個可能一定要e-value 然後x豆.y 就可以一次輸入兩個值 就可以一次輸入兩個值 哦